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片完全不会让人失望 剧情田中带虐 从见面开始暧昧的气氛就有了 乔金晶打着想让于途交打游戏的正经目的 却掩藏不住对于途的喜欢和崇拜 而且人物尊重援助 但又接地气 特效不迷糊 可以说是引起了网友们强烈反响 而剧中的配角也贡献出了精湛演技 看点颇多 尤其是金晨扮演的夏晴 一出场就感觉角色立住了 那种特别自恋的预解法 还有时不时的调皮劲 不仅仅外表完全贴合原著 个性也极为神似 可以说是生动自然 不拘泥 不做作 与角色很好的融为一体 近日热巴在宣传你是我的荣耀时 他表示 这部剧有甜甜的恋爱 有帅哥美女 有一定的思考 非常值得大家茶余饭后追一下 不过让我眼前一亮的当属金晨扮演的夏晴 作为最近娱乐圈最忙的打工端水人 金晨三部剧三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这次他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没有标签的自己 随后热巴调侃起金晨 上次在拍你是我的荣耀时 我就问金晨 为何会客串夏晴 是不是想和我升段位 对此大家好奇 而热巴透露 金晨说 作为王者级别的玩家 他客串主要是听说这次剧组有个喜欢吃吃吃的小姐姐 他主要是来打秋风的 最后我想半天 他不是说我吗 金晨这回复也是让人笑翻 总的来说 你是我的荣耀 这部剧目前的品相还是很不错的 剧情也比较耐看 而且这是一部高颜值剧能参与其中 也说明热巴和金晨的颜值 还是相当受观众认可的 当然演技能力也不错 近期经常活跃在屏幕当中的女明星 应该数金晨莫属了吧 最近的几部优秀制作的影视剧作品当中 基本都有她的身影 而她本人也是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后 实现了人气的大反转 之前一直在唐人影视公司的金晨 出演了《无心法师》爆火后 也是成功的寄身大热女星之一 但是之后的金晨 却很少有像《无心法师》这样的热门影视剧问世 甚至在于唐人解约后一度消失 可以说那一段时间 就是金晨演艺生涯的低谷期了 而后偶然参加了综艺节目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后 金晨的人气也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近期还出演了冯小刚导演的电视剧 《成为某女郎之一》 在近期播出的都市爱情剧《你是我的荣耀》中 金晨也是贡献出了自己出色的演技 在剧中 金晨饰演了洋洋的前女友夏晴一角 这个在原著当中并没有多少剧情的角色 也是在金晨出色的演技下 绽放出了属于这个角色的魅力 让人感叹 完全就是小说当中走出来的角色 而金晨会接下夏晴这一角 其实还与女主角迪丽热巴有关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热巴就有过爆料 之前在拍摄《你是我的荣耀》时 有询问金晨 为什么会客串这个角色 是不是想与自己一起升游戏段位 作为《王者荣耀》这一款游戏的合作影视剧 剧中的角色不仅在剧情当中需要玩游戏 并且私底下也是有经常在玩这一款游戏 而金晨作为《王者》级别的玩家 自然对于这部剧还是有很大兴趣的 但结果却是金晨并不是为了能够一边工作 一边玩游戏而来 而是听说了 迪丽热巴这位喜欢吃吃吃的小姐姐有出演 所以自己是来蹭吃蹭喝的 这个原因也真的是太过真实了 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金晨与迪丽热巴等女星的关系真的是很好 但是联想到剧中 夏晴一直对乔晶晶有微妙的情绪在 也是让人感叹 金晨的演技水平真的是十分出色了 而在这个时间内 金晨除了《你是我的荣耀》外 也是有着另外两部作品在播出当中 冯小刚导演的《北哲南原》我们就不说 毕竟这部剧一播出就登陆热搜榜 也是能够看得出这部剧的人气 以及金晨的演技水平了 而和《你是我的荣耀》同时播出的影视剧 《玉楼春中》金晨饰演的角色 更是被网友称赞 有王熙凤的影子 对于金晨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不得不说金晨的资源的确很好 三部剧同时播出 就连他自己都表示 追剧要三部一起追 一起看 我们再看 金晨与迪丽热巴在荣耀中是死对头 不禁大惊 这是准备搞三角链 当你追剧《你是我的荣耀》时 不知道你们可否还发现了 很多名进行了客串 而且光客串阵容都是豪华版的那种了 赵英子和金晨两人一度被认为实打实的女二 今天的重点不是女二不女二的事 而是这个客串人物金晨了 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饰演的角色居然是迪丽热巴的死对头 也就是夏晴 更是杨阳于途的前女友 没想到 金晨这次的形象居然是个大反派了 而且金晨夏晴和于途两人在大三的时候就搞在一起 面对现在迪丽热巴 乔晶晶的追求于途 因此三角链也便出现了 迪丽热巴乔晶晶似乎看清了局势 率先向于途发起了进攻 只要有关于途的 乔晶晶都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的那颗心 也就给于途安排了个眼 在杨阳饰演的于途面对老同学的嘲笑时 画桌上时不时就说跳槽 可以找他们的老同学引荐引荐的 不必在乎什么的 而此时的于途 尽管有身旁的好机友打气出头 但还是杯水车薪 毕竟别人够有钱大牌的 没人敢说什么 直到迪丽热巴乔晶晶知道后 便立马联系了酒店人员 上了一瓶最珍藏最年代的酒 顿时让在场的人看得飞飞起 双目放光 不禁连连赞叹于途简直太深藏不漏了 而且大家也意识到 于途只不过是个潜力骨而已 这时嘲笑的人顿时没了笑意 可见迪丽热巴饰演的网红乔晶晶 可真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不在乎任何代价 去给于途狠狠地出了口气 长脸了呀 反观现在 面对爱情对头的金晨夏晶 不知道迪丽热巴连续不断的攻势之下 于途会不会选择她 或者在于途的记忆里 难不成还对前女友抱有思思幻想 其实不然 杨阳于途现在爱的人并不是金晨的夏晶了 而是迪丽热巴的乔晶晶 毕竟两人认识的时候早在初中就认识了 而且杨阳是迪丽热巴的暗恋人物 至于为什么没好好那时候谈一场恋爱 或许不得而知 不过话说回来 金晨也算是实力派女演员一个了 要演技有演技 要颜值也有 身形同样也有 跟迪丽热巴比较相当有争议性的 不过我们迪丽热巴还是占了西玉峰的上头 直接碾压金晨 其实对比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两人都被选为洋洋于途的爱情人物 可想而知的是 两人几乎差不多 不仅让小编觉得金晨也算是被流量明星淹没的一位实力派了 要想更多人知道 或许才接了今天这么一个科串戏份 毕竟下情一决 是迪丽热巴的爱情对头 也相当于是剧中最大的反派了 当然了 或许这也是金晨尝试的反派角色 所以最后在小编看来 当知道金晨的戏份和角色后 才顿时意识到迪丽热巴的攻势 为什么那么出奇的强烈了 毕竟有前女友的于途不放心啊 真是替迪丽热巴捏了一大把汗啊 不过还是期待他们的三角故事吧